台中这一名女子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名绰号阿红的男网友 这两个人相约嘉义见面 没想到女子被丢包在公车站 她身上没有钱 所以哭着跟警察报警求救 这则新闻其实也被非常多的网友乱入 最后还楼歪 这一名自称阿红的男子跳出来说 不好意思把你丢包在嘉义 是因为图文不符 本人跟照片差太多 所以才会丢包 现在整个风波越烧越烈 那这一名自称阿红的男子 于是乎十四号她两度po文道歉澄清 说自己其实也不是当事人 只不过开个玩笑 也对新闻上被丢包的林小姐 要说一声对不起 被丢包在公车站的女子 一看到远景哽咽诉说遭 原来她跟男网友一起到嘉义玩 对方却以拿东西为由 狠心将她丢包 最近她是不会回来吗 还是她只能叫她送你而已 回来因为我刚才 去帮警察 你不要难过这手事情而已 女子身上没有半毛钱可以回家 后来是靠着远景开车 载她到火车站 又替她申请穿姿 才让她踏上归途 没想到原本是一则暖心的新闻 却因为网友乱入变了掉 一名姓名中高好也有红的网友 在脸书发文说 不好意思把你丢包在嘉义 还说是因为网路照片 跟本人差太多了 还附上另一名女子的美照 文章一出遭到网友疯狂转传 并言上在各大社团引起热议 不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都不该用以貌取人的方式 来决定交朋友的权益 眼看事情闹大 这名po文的阿红网友 一天内两度发文澄清 强调自己并非新闻当事人 只是在开玩笑 对新闻上被丢包的小姐道歉 不应该因应时事开你玩笑 事后怕人误会也紧急删文 网友批评灭火有点慢 自己开的玩笑要承担 眼看批评声浪不断 阿红又再度发文说 丢包的当事人不是我 女生的照片是他网路上随便抓来的 同时也向被丢包的小姐道歉 希望事情能早日落幕 而被这名男网友盗用照片的 其实是网路正妹 他也知道被盗图 也在IG限动发文 要大家不要再传照片给他看了 女子跟网友出游 被丢包已经很可怜 没想到还被网友拿来开玩笑 蹭热度 结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盗用他人照片 事情恐怕没这么容易 画下句点 小姐